去商店如何跟演员聊天,又该聊点什么才能迅速拉紧关系 很多兄弟表示自己明明很喜欢这个演员,看着他的眼睛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就只会说老妹唱歌,老妹开酒,老妹给哥摇一个 分享几个跟女生聊天小技巧让你更加善于表达自己 首先聊天切记查户口作为开场,家事哪里的多大了 有没有男朋友等无效废话 可以先赞美认同夸对方一波降低防备 比如如果你们这演员综合素质有你一半 我就不会每次都选择困难了 这就是聊天常用的拉字诀,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,不仅夸了对方,还能透露出自己是个玩家 二,聊天作与预期,描述场景,聊喜好,先从自己的开始引导客店 比如聊新上映的电影区,电影院总喜欢手牵着手看,这样边说边演是活跃气氛,也顺其自然 三,故事讲得好,快乐少不了,善于自黑和分享自己的丑事或者小秘密 四,懂推拉之进退,如果对方反而有退缩或者犹豫的时候,那就先推开一下表明态度 假如他有了一种被否定的错句,反而更容易让他的情绪产生波动,会想更了解你 罗兄弟说我去消费是上帝,干嘛那么费心思讨好对方 老手玩的是社交执举,新手才需要费心思加强那些 等哪天随口聊的几句话,让双方互动的都很开心,关系也能迅速拉近 那今晚这个场才能玩的开心,你也就出事了 关注我,带你玩转商K